相信大家都知道當你的頻道到10萬訂閱之後 Youtube 會送一個銀色的獎牌給你 而自從在大家的鼎力支持之下 令到我們這條小小的頻道成功達標之後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朋友問我 會不會為這個獎牌拍一段影片 雖實我就覺得一個獎牌很難有那麼多話說足夠拍一段影片 不過既然有那麼多朋友提出這樣的要求 而我們也在上星期收到這個獎牌 所以那天我就把啤啤和Yang一起開箱 順便給我出一段帥的影片放一天假 先來講一件交事 話說這個頻道在一個半月前達到10萬之後 我一直以為Youtube會主動聯絡我和我說獎牌這件事 我甚至在社群出過post 問我為何Youtube還未聯絡我 後來我越想完不對勁 所以就自己Google一下 才發現原來這個獎牌是要自己發電郵申請的 隔了三四天之後 Youtube查過我們Channel記錄良好 所以就發個獎牌的兌換代碼Email給我 然後我就要上Youtube上面的領獎頁面 輸入這個曲 再填送貨地址和想引在獎牌上面的Channel名 隔了差不多一個星期之後 Youtube就發貨了 這個獎牌是由美國奧克拉河馬州 一個只有五千人的小城市經由UPS寄過來香港的 又發貨來到我家足足是用了六日時間 本身個盒都幾帥仔 全黑色上面還有個Youtube Logo 不過就被一張綠色Label遮住了 旁邊的膠紙都封得幾多下 所以拆開都幾花時間 終於隔開了可以打開了 一打開首先是會見到一塊黑色的海綿 在海綿底下是一封Youtube給我們的祝賀信件 和一間代工工廠的紙條仔 信的底下就是用膠袋套著的那塊銀色獎牌 而在底下就是 不好意思就只有這麼多 但我們拆開之前還以為會有些 除獎牌以外的神秘驚喜 講返這個獎牌都真是幾聚手下 看回UPS的包裹資料 應該有兩磅多重 即是大約1.5公斤 獎牌上半部分是一個套進去的鏡面Youtube Logo 和兌換這個獎牌時我自己打的西多士英文Channel名 而下半部分就是用英文寫著超過10萬Subscribers的字眼 為什麼不打中文西多士呢? 其實可能是由於美國佬不懂中文怕搞錯D字 或者是單純沒有英俊中文字型的關係 獎牌上這個名字是不可以打中文字的 所以暫時未到10萬Youtubers 你們最好為你們的Channel 想定一個你們接受到的英文名 而獎牌的背部是全黑色絨面 在上面開了兩個應該是被我們用來勾在牆上面的洞 不過神奇的地方就是 Youtube是沒有提供到任何釘、螺絲或掛鉤 被我們釘在牆上面掛在這個牌的 所以我們就想請教大家一個問題 這隻這樣的形狀的洞 應該是要買哪隻掛鉤才可以掛得緊呢? 最後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 令到我們可以在這麼短時間之內拿到這個獎 而下一個金色獎牌就要到100萬Subscribe才可以拿得到 我想以廣東話片這個這麼小的市場 應該就沒什麼機會拿得到 好啦 今集集來到這裡 明天我們再見 拜拜